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mini buzzer9月刊封面预告发出 太美了 8月30日时尚巴沙官方账号公布了迪丽热巴mini buzzer9月刊封面预告 整个照片呈现冷色条 迪丽热巴低垂着头 发丝松散 充满了神秘气息 这也让人更加期待正式的大片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迪丽热巴连续三年登上mini buzzer封面 时尚巴沙官方账号配文如下 非暴鱼日出十分生出澎湃 在渴望着怎样的生长 9月1日时点于Bullmini buzzer与他相约 顿光而行 水中望月 同时 迪丽热巴的工作账号加星迪丽热巴工作室 也转发了博文 并配文 寻光而行 在飞铺下触摸山剑绿水 根据这两个官方账号的发文 我们可以得知一点线索 似乎此次正式封面可能与瀑布有关 让我们期待吧 作为时尚界的风向标的时尚巴沙杂志 其封面一向是各大热门明星渴望登上的 而mini buzzer是国内权威时尚媒体时尚 巴沙首创全新手机端阅读 支持多媒体互动体验的时尚类电子杂志 mini buzzer创刊号封面 由周冬裕和Cookie光熙两位顶级流量新生代女星演绎 这个封面的照片已经刊登就迅速引发热议 迪丽热巴作为国内最热的女演员之一 能够在9月登上mini buzzer的封面 不仅是因为一直以来迪丽热巴和时尚巴沙的良好的合作 迪丽热巴非常契合杂志的品味和需求 更体现了迪丽热巴作为一位演员的专业份量 以及她极好的时尚品味 我们也期待着9月1日能够看到mini buzzer刊登的迪丽热巴的正式封面大片 众所周知迪丽热巴是个浓烟系美女 今天她又美出新高度了 迪丽热巴已经连续三年登上mini buzzer封面了 她的美丽名艳动人 真的是太适合当杂志封面了 有了她 估计杂志销量都会翻一翻 看来打败迪丽热巴的只能是新一期杂志上的迪丽热巴了 她不光漂亮还很努力 这些年来获得了不少成就 比如明星权力榜2018年度最受欢迎华语女演员 第17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新人奖 全球最美面孔第16名 以及2018年精英女神等等一系列荣誉 她出演的电视剧也深入人心 在里面的扮相也十分美丽 如三生三是《枕上书》中的白凤九 《烈火如歌》中的《烈如歌》 《克拉恋人》中的高文 她不光现代装好看 古装依旧美丽动人 迪丽热巴除了拥有美艳的抑郁风情的容貌 还有不俗的演技 例如将凤九这个小狐狸演绎的活灵活现 仿佛真的是一种灵动的小狐狸 同时在凤九面对爱情时的决绝 她又把握得十分好 这样的迪丽热巴 谁能不爱呢 这一次迪丽热巴在mini buzzer封面的造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